《世界財經週報》 歡迎收看今天文潛的 世界財經週報 許多人關切的是在全球來說 仍然是第一大經濟的美國 將來經濟會衰退嗎 這會決定全球未來 一整年的所有的趨勢 首先來看美國商務部 在4月27號的時候公佈 美國第一季的實質GDP 年初值只有1.1% 低於原來市場的2% 市場預期的2% 跟低於前一季的2.6% 連續兩季的經濟成長速度 都是放緩的 而這次增加的是消費者的支出 很多人說這是疫情後的保費性支出 而下跌的主要部分 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是進口 私人庫存的投資 還有住宅的固定投資等等 另外第二個值得注意的一件大事情 是根據彭博社的報導 在美國這1.1%裡頭 GDP的成長裡頭 烏克蘭的戰爭 給予美國因為軍火的製造 國防部的支出 尤其是軍火的製造等等 它等於是一個產業 它支撐了第一季GDP增長的五分之一 另外我們剛剛大最關心的 First Republic Bank 美國第一銀行 它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頭 我們看到它流失了將近1000億美元的存款 另外美國的聯準會也做了一個調查 調查當時第一個倒閉的銀行 叫Silicon Valley Bank 這個時刻為什麼會在那麼短的時間裡頭 有那麼嚴重的矽股銀行的擠兌 導致它的倒閉 還能發現推特 過去我們看到推特 Facebook等等會產生阿拉伯支出 現在它對於金融體系的風險 變成了一個非常大的擠兌的風險的來源 就是跟推特是有關係的